被纽约时报誉为全世界最棒的编舞家的马克莫里斯来台湾演出 他将莫扎特的古典音乐融会贯通化为缤纷的肢体语言 这次演出的《大二重奏》和以莫扎特音乐为主的两个作品都非常精彩 今年58岁的莫里斯 8岁就立志成为舞者 24岁自创舞团 51岁就荣获美国舞蹈节的《终身成就奖》 累计150多部作品 这是他第一次来台湾演出 而且还到台南开大师班 令台湾的舞台非常振奋 舞者跟着莫扎特的第11号钢琴协奏曲 在舞台上旋转跳跃 这是美国编舞大师马克莫里斯的作品 编舞家马克莫里斯 1980年成立舞团 每一场表演他坚持现场演出音乐 融合芭蕾以及现代舞的元素 作品看得见音乐 听得见舞蹈 被誉为现代的莫扎特 这次他带来莫扎特之舞 独舞者罗伦全是钢琴部分 另外八位舞者搭配四人弦乐团演出 彩排时莫里斯一边指挥音乐演出 一边协调舞者的动作 马克莫里斯是编舞家也是指挥家 他说如果音乐不是现场演奏而是录音 他都会心碎 因为舞蹈必须跟着音乐现场演出